战国策 殿权可亲 殊不知 所谓命运 其实是一场因果 正如亲爱的安德烈中所说 人生中 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 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 因此 偶然从来不是偶然 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 回不了头 你的脾气 决定了孩子的教养 而教养往往决定了人生 孩子的命运 其实一早 已经刻在了你的脾气里 你懂得温柔 孩子便能学会包容 温柔 是如常世界里 最耀眼的力量 它不是懦弱 不是溺爱 更不是无条件的妥协 它是一种 控制情绪的能力 是一种 从容与世界交手的底气 你在孩子面前展现温柔 孩子便展现给生活 以忍耐 以冷静 以包容 意大利诗人 阿尔达·梅里尼 在《我在别处》里写道 请不要 把我放在那些总是抱怨 从不抬眼看四周的人旁边 请不要 把我放在那些 不会说谢谢 那些对夕阳 视而不见的人旁边 生活是一场需要打起精神 才能赢得较量 没有人会愿意 与一个满身力气 总是扩散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一怒 是新世纪最致命的精神癌症 别觉得孩子一无所知 孩子的眼睛 最是清水见底 当你冲着家人发火的时候 孩子会把一切看在眼里 不管是语言暴力 抑或身体暴力 都会像刀子似的 刻入孩子的心 造成不可逆的阴影 更残忍的是 这些阴影可能会像基因一样 一代代渗透下去 被粗鲁与暴力笼罩的孩子 长大后也只能用脏话与拳头 和社会过招 最终被世界所击败 你懂得鼓励 孩子便能学会乐观 在某个教育讲座上 有位学者教授过一个口诀 教育孩子 要多用你的大拇指 少用你的食指 朝上的大拇指是鼓励与夸赞 指向别人的食指 是训斥与贬低 在傅雷家书中 面对儿子傅聪信中诉说的挫折 和苦闷 傅雷耐心地鼓励道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与低潮中沉浮 唯有庸碌的人 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 方能扩然无泪 真正解脱 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 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 就好了 你的鼓励至于孩子 是船上之舵 那些一直在父母那里 得到鼓励的人 会更有勇气 正面迎向生活的风浪 会更有胸襟 笑对人生的苦难 父母是孩子的来处 是爱的起点 也是在被生活的风刀双剑 言行相逼后的 一条温暖的退路 倘若父母都做不了 孩子的港湾 人生的风雨 又该何处去避 倘若父母都给不了孩子 认可与肯定 人生的风景 又该何处去少 你懂得尊重 孩子便能学会理解 鲁迅先生 以笔做匕首 横眉冷对 闻风犀利 但面对孩子时 他却从不摆 大家长得微架子 而是平等待之 尊重孩子的看法与意志 萧红 在回忆鲁迅先生里 写过一件小事 有一回吃饭 家里叫来一份福建菜馆的鱼丸 鲁迅的儿子海英 彼时少年幼 他咬了一口说 这个丸子不新鲜 但是其他人尝了丸子 都觉得没问题啊 所以没有人相信海英的话 只当他在胡闹 这时候 鲁迅把海英 碟子里的丸子 夹过来尝了尝 铁尝 果然是不新鲜的 原来那些丸子 有的新鲜 有的不新鲜 恰好只有海英 吃到的便胃了 鲁迅先生便对大家说 他说不新鲜 一定也有他的道理 不加以查看 就抹杀是不对的 孩子并非父母的副手品 离止气时 只会缔结傲慢之果 充分地尊重与理解 方能开出同理心之花 拥有同理心的人 能站在他人的角度 看待问题 能窥见 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 能体悟 人间云云众生的不义 这样的孩子 不会冷漠 不会狭隘 而会怀着一颗 人善的心 与世界共处 与自己和解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人生之路 才能走得更宽阔 更长远 你懂得沟通 孩子便能学会成长 我们每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来犯错的 蔡康永说过 批评的目的 在于打动对方 使得对方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而不是贬低对方 理性而智慧的人 都懂得正确有效的沟通 心理咨询师 伍志宏 在解答亲子关系时 引用过美国家庭 治疗师 萨提亚的一段话 当孩子 确实有错误 需要纠正时 充满慈爱的父母 通常会采取 很坦诚的办法 询问原因 倾听孩子的心声 经济关爱和理解 同时体会孩子的感受 最后才利用恰当的时机 趁孩子自然地 向倾听时 才给他们讲道理 面对犯错的孩子 不把他当成发泄的对象 不进行无休止的谩骂 做好良性引导 才能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 让犯过的错 成为他踏实的脚下土 善于沟通 不仅是说话的艺术 更是行走于世界的 开挂技能 当错误发生后 愚人和智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忙着指责 制造问题的人 而智者 先着手解决问题 不把时间浪费在 无意义的指责上 便能掌控更有效的人生 知乎上曾有一个话题是 有哪些事 令你细思极恐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当父母之前 不需要经过考试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在做 孩子在看 不爱孩子的父母 万中无一 但懂得如何爱孩子的父母 万里挑一 为人父母者 固然想紧力为孩子 创造更好的条件与环境 但真正的好环境 并不在于 居所的豪华 不在于玩具的丰富 不在于衣着的新潮 而是在他走向社会之前 从家庭里 从父母身上 继承可贵的品质 这些品质 会如同精神血液 不断地流淌在身体里 会成他们心跳的律动 伴随他们 往后踏上的每一条路 宝马居 黄金屋 千中素 都不如你的一份好脾气 什么是命运 父母便是孩子最大的命运 什么是孩子的起跑线 家庭的教养 便是他的第一起跑线 别让孩子 疏在你糟糕的脾气里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